什么啊 这款吃鸡游戏里居然有奥特曼 真是把老娘整无语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布林布林林姐 今天我又发现了一款名字十分霸气的游戏 没错 就是这款叫做吃鸡王者精英的手游 光听名字就让我想起了和平精英加王者荣耀 这取名字的人真的是个大天才 咱们一进这个游戏 一个奥特曼手持正义巨炮就站在了主菜单上面 好家伙实在变啦 还有这个待机见面的角色 他的手好像有什么大病 死综合枪的模型存在错位 也不知道到底是手的问题还是枪的问题 这奥特曼就更起跑了 手直接就变成了摆射 算了我们废话小说 直接开始战斗 啊 超凡开局 只要看广告就能获得一枚富国币 并且护甲加50% 伤害加20% 好家伙 我无话可说 只能说牛皮 过你乖乖 这系统给我匹配的啥队友 三个人加起来都没十岁吧 啊 这地图怎么四层消失 好像是一张经典的CS地图 呜呜 这游戏是自动开枪哎 牛皮 我没看错的话 这机下图标是抄袭了隔壁穿越火线手游吧 而且我的对手群爆了 一看就是人机 我开始怀疑这游戏是不是一个单机游戏 好的 我们换了一张地图 可是除了颜色不一样 说刚才的有个毛去扁啊 就连敌人都和上一把一样 大姐姐 您这是魔法持枪吗 教教我呗 大家还记得视频一开始 那个奥特曼的手吗 好家伙 现在直接浮空握枪了 这款游戏无论从魔性还是地图都非常奇怪 而且跟吃鸡以及王者有个毛线关系啊 那么本期的游戏试图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更奇葩的游戏 欢迎在视频下方订论 哦对了 大家别忘了给我点一个赞哦 我是不灵不灵灵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